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我们这个单元介绍的是中位数减定的考题 这一题是交大科馆的考题 他们是利用的中位数的减定 来减定这个三个不同的母体 它的这个寿命是不是相同 那么ABC三个品牌的灯泡的寿命 它依序这样排出来 而且他们各选了十颗 依序排出来之后 我们希望说用α是0.05的显著水准 来减定是不是寿命是否有差异 这里的指的寿命 我们就不用μ 我们采用的是五亩数的 是用中位数ε 来我们首先我们先写出虚无假设 H0 ε1到εn本身来说应该是就是3 123 这个3就够了 这是不全相同的 这是完全相同的 那这个地方n等于3 我们写一下 所以这边就写3就可以了 那这是一般性的写法 再过来中位数的减定 什么叫做中位数减定呢 就是要先找出了总体的中位数 像这个所有的排序 我们不管它是时间是多少 我们只管它的顺序 我们就从中间切一道 左边的部分是低于ε的 这右边的部分是高于ε的 我们预期这应该要平衡 就是说直接混在一起来说的话 我们不应该A集中在右边 或者是B集中在右边 或者是左边 那么按照这样子的算法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列连表 把这个ABC三个寿命的话 按照ε 比ε小的 小于ε的 大于ε的 我们把它列出来 以小于ε来说 我们先看左边 A来说是1234 它有四颗灯泡是较低的 那么六颗是高于中位数 以B来说 123456 它有六颗是低于的 那么有四颗是高于的 再过来C呢 12345 有五颗 是各自都各自五颗 那么不错 按照这样子来看 好像看起来是蛮平衡的 来我们数一数看看 这边是15颗 这边是15颗 没有错 总共30颗 各半 没问题 这边当然是10颗 10颗 10颗 总共30颗 好 那我们现在 要利用的是卡方的检定 所以这个地方 先把它的期望值写出来 既然是中位数 左边跟右边 当然是一半咯 一半总共30颗 那A应该是10颗 各一半 那这边就是写5 这边当然也是5 这边应该预期是5颗 各半 5颗各半 那么我们的统计量 KiSquare 来我们写出来 KiSquare的值是 多少呢 这边是5 就是预期的值 要写在底下 上面是两个的 X的平方 所以这边是五分之一 加上这边呢 五分之一 再加上 这边是五分之一 这边也是五分之一 后面这两个 不用说了 因为都是0 所以这边算出来是 五分之四 所以等于 0.8 0.8 这个值 看起来还蛮小的 那么我们来比比看 我们的临界值 现在把卡方的这个表 叫出来 卡方这个表的来说的话 0.05 在这边 我们的自由度 因为是有三个母体 所以K减一 那就是 自由度是二 所以我们的临界值 应该是 5.99 5.99 我们远小于它 真的比较小 表示 真的是差异不大 所以我们 要下什么结论呢 我们的结论是 无法拒绝H0 就是说 我们接受H0 接受了H0 这三种产品 它的灯泡的寿命 我们看不出 有明显的差异